我被卷进一起校园霸凌事件 弄伤女孩领夹 造成毁容 女孩竟变成人面鸟身的喜剧 前来复仇 因为心虚害怕 我特意很早来到学校 买了两个包子 鸡肠碌碌吞吃起来 抬头瞬间 果真看到了卵红红 仔细观察 发现卵红红正推着轮椅来到树下 难道那轮椅上的就是她姐姐 我内心慌得一批 正犹豫要不要上前先认个错 却发现她正指着我们搬脚事 跟她姐姐一直在说着什么 随后 只见她端起一个血红色盆子 放在了操场上的那棵松树上 正当我还在好奇的时候 他们竟然走了 当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门口时 我来到了树下 抬头看到了那个血红色的盆子 当时年纪小 什么都不懂 后面才知道 这是害人性命的验生阵物 上到课时 班主任走了进来 因为卵红红请假 便让孟情人代收作业本 这让我很是疑惑 明明刚才还在学校门口看见了她 发愣间 孟情人贼嘻嘻嘻来到我面前催我交作业 我小心翼跟她说了 早上诡异的血红盆子 可她明显觉得是我在虎她 一上我的脑袋都属于放空的状态 因为我总觉得 那树上的血红盆子 一定有什么问题 直到下午第三节音乐课 我们出事了 老师指挥着我们吹奏 一切本来正常 可却突然发现 我完全没有按着节奏来 甚至因为用力 口水顺着乐器流了一地 见着异常的一幕 老师急忙喊听 惹得其他同学 也是哄小连连 可我却仿佛没有听到般 继续吹走 老师趴得一声夺过笛子 声音尖利刺耳 才把我从浑浑恶状态下 拉了回来 就在这时 张小芳却又突然大叫了下 指着窗户 似是见到了极其恐怖的一幕 口中念叨着卵红红 大家随着她所指方向望去 来到窗户旁 就见一个喜鹊 落在了窗户前 可老师似乎看不见 近在眼前的喜鹊 还抱怨起张小芳 是不是辣条吃多了 辣了眼睛 恰巧 那喜鹊此时转过了头 那是一只人连鸟身 梳着打背头的喜鹊 令人震惊的是 脸颊处竟然有着 跟蓝红红一样伤势 这一下 所有同学都看到了 顿时教室炸了锅 好在 这诡异喜鹊停留片刻便飞走了 但却一直绕着窗外大树 转起了圈 口中一直发出淒礼悲鸣 老师连忙训斥一番 试图让教室安静 可刚才看见喜鹊的众人 却仿佛没有听见般 傻站在原地 老师走到我面前 尝试着呼唤我一句 可我嘴里却突然咕咕地冒出鸟叫声 皮肤瞬间长出黑毛 雨片就那喜鹊一般 随后 其他人也跟我一样脸色铁青 脸长黑毛 然后同时发出淒厉的悲鸣鸟叫 叫声越吼越大 气氛越来越诡异 教室顿时乱作一团 老师急忙跑出去联系医务室 最后学校打了120 将我们七名学生送去县医院抢救 急救室中 家长们急切地围着医生 询问着情况 当然也包括我那神秘的爷爷 医生初步判断是生到痉痪过敏 虽然现在病情稳定 但仍需进一步观察 发生这种事 因爲老师也只能鞠躬至起 可我也觉得 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爷推开急诊室的门 忘得躺在病床上的我有些自责 爷年纪大 可眼睛还很好使 突然发现了我手指盖上一长 原来 我指甲盖上竟有一个黑色树条 爷瞬间明了 这是中了验上巫术啊